三十二期日 咱们接到通用北胜汽车公司下属的一家企业 报警说他们用的库房里边的塑料箱和托盘被盗了 警方了解到 这些东西涉案价值在12万余元 这数额可是不小啊 咱们到现场之后发现被盗的物品 塑料箱体积很大 也很重 不能人工搬运 需要用擦车搬运 运输出去的话还需要大车 这就奇了怪了 到底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这么多东西偷走呢 那个员工进去吧 都有通用证 然后你要车辆进去 司机和那个车辆都都有通用证才能进 然后我怀疑是应该是内部员工 或是之前在那上过班的人 随后警方调取了监控视频 这事儿看的是一清二楚 有一名 先是有一名那个可疑人员进入厂区 然后进入到库房 然后驾驶茶车就是搬运那个塑料箱和拖盘 然后之后有一辆那个车辆 相似货车进入厂区 停在那个库房卸货的位置 然后嫌疑人就是用驾驶擦车把那个塑料箱和拖盘 装到相似货车上 然后之后给了那个相似货车一个出门证 然后之后相似货车就拉着被盗物品就出入厂区了 这计划详细安排周密啊 但就算你设计的再好 你也跑不了 晚上经过教授监控只有这一辆嫌疑车辆出入厂区 然后咱们锁定这个嫌疑车辆 通过那个厂区登记 然后找到他这个有出通行证 然后找到这个司机身份和联系方式 然后咱们电话将他传到公安机馆了解情况 然后经他交代的是一个信任的嫌疑人 顾虑他车 这名司机告诉警方 他只是受雇于这名姓人的嫌疑人 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偷东西 那这个信任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呢 经过那个调查 他这个信任之前两年前在这个通用公司下属的这个分包公司 开口插车 在库房里开口插车 干过一段时间 现在辞职已经一年多了 对里边情况比较了解 然后那个插车呢 他是有主钥子和备用钥子 他把辞职之后把那个主钥子交给公司 备用钥子自己留下了 这心眼真是多呀 早就预谋好了 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之后 警方马上将嫌疑人任某和杜某抓捕归案 据犯罪嫌疑人任某交代 去2018年12月19日 通过之前他那个好朋友 就是也是在通用场区上班的好朋友借的那个出入证 然后进入场区 也是晚上进入场区进行采点 在嫌疑人任某交代案情之后 警方也追回了被盗的物品 要说任某为啥突然起了这歪心眼呢 就是一个字 钱 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需要钱 然后才想着这么一个主意 偷 因为之前在通用场区上个班 想偷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增加来点生活 生活来源 但是通用人们合得太多了 那合结吧